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还是要聊底妆的话题啊 我最近呢买了一个很喜欢的产品 就这一支是这个Sintecal的 它的Jaskin Tint Moisturizer 那这个产品已经算是 他们这个品牌的明星产品了 他们家的这个底妆系列都非常出名 那这一支呢 英文叫做Tint Moisturizer 那翻译成中文呢 它就叫做隔离霜 或者是说润色湿底乳 也就是很多很多人会品尝 跟你的什么primer 跟这个打底产品 跟防晒产品 跟底妆产品 或搞混的一类的东西 那Jaskin Tint Moisturizer呢 它其实等于说从字面上看 它这种产品呢 就是添加了一点点颜色和润色的乳液 直接的翻译 它其实就是一个乳液 只不过它有颜色而已 那并且同时呢 它会带一点这个防晒系数 这里面有SPF15啊 那我为什么都从来不建议说 大家把隔离霜 或者是说这种Tint Moisturizer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当做防晒产品用呢 因为呢它毕竟有颜色 所以说我自己是直接把它归类在底妆的产品 因为我们的防晒 你要达到效果的话 一定要用足够的量才可以 大概就是你平常用乳液的两倍的量 才可以达到这个防晒效果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准备一个真正的 无色透明的真正有效的这个防晒产品啊 我们在这个防晒的视频里面 其实已经有讲解过 那这一类呢 我们就把它好好的当做这个底妆产品用就可以了 那我喜欢这个产品的原因呢 是它的质地真的是很接近保养品 尽管它是有颜色的啊 然后我们用上去之后呢 就是我觉得除了非常非常油的皮肤以外 其他的复制其实都是适合用 如果说你的皮肤呢 平常缺少些滋润度 就是会上底妆的时候有干燥的问题 或者是说觉得底妆不服贴啊 服粉啊 那你会非常喜欢这只产品 因为呢 它出来的这个效果 就好像你用了一层保养品一样 让你的皮肤突然间变得烹润起来 然后呢 你的这个颜色也特别自然 用起来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叫Jaskin 就是很像你自己本来皮肤就很好的样子 但是它的润色又特别自然 不过呢 它的遮瑕力就很普通 因为呢 它只是带有一点点的润色 它毕竟只是一个金色模式 它不是这个粉底液啊 但是我觉得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产品呢 你可以叠加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颜色不够的话 可以做二次的叠加 另外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遮瑕产品 来增加它的遮瑕力 和底妆的完美度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 就算过一两个小时之后 然后呢 皮肤再有轻微的一点点出油 那白天的效果呢 它其实会跟你的皮肤越来越贴合 但是效果又是很轻薄 很自然 然后皮肤完全不会暗沉 所以呢 它的底妆效果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Tinted Moisturizer的使用方法 好 那底妆的第一步呢 我们先用一个比较保湿的primer 来做打底 那我今天要用的是 YSL的Top Secret 那我自己的皮肤呢 如果你们经常看视频 其实都知道了 我通常情况下呢 皮肤都是比较偏油的 就是全脸油的这种大油皮 但是今年年底呢 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几个月皮肤突然间 好像变得没有那么油了 变得有点像这种中性偏混合吧 其实澳洲现在是夏天 按说应该是皮肤很油 不过这几个月是比较奇怪 可能是用保养品或者是饮食调节的原因吧 但是我自己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的很多的这个不太好的皮肤状况 都是因为出油导致的 就是一些毛孔问题 或者是黑头啊 或者皮肤不平整 比较粗糙之类的 这些都是出油造成的 所以近几个月皮肤状况 已经比之前改善了蛮多 好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比较保湿的 但是YSL这一款 我们之前其实有介绍过 然后在爱用品里面也讲过 这一支它是不挑肤质的 所有的皮肤都能用 那如果说你是非常非常非常油的 超级大油皮 你可能就不需要了 但是一般人都可以 那油皮的话我就顺带提一下 你可以用像这种无油的primer 然后呢它对于你的这个持久度 还有这个控油度来讲都是比较好 这一支是Hourglass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用这支 润色格力霜 香提卡的这一支 那我的颜色是Bliss Bliss这个颜色呢 是在它的整个系列里面 大概是排在第二白吧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不算说非常黄的黄底 但是呢和第一个色号 最白的那个色号比 它其实已经是比较偏黄了 但是呢偏黄的里面 它又不是特别黄 它里面是带一点点这种 暖暖的这个蜜桃色系 所以呢用在脸上 其实气色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 然后它刚刚好是可以贴合我的肤色 那我在涂这一支这个 隔离霜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用手涂上去 那如果说你习惯用刷具 先涂上去 也是没问题 如果说你的皮肤是偏干的肤质 其实我建议你就全脸 都直接用手把它涂均匀 因为手比较有温度 所以说能让你的这个底妆更贴 但是我平常的习惯呢 是会用这个海绵 把它推均匀一些 就是这个已经打湿的海绵 我们就用这个滚动和按压的方式 好把它大面积的推均匀就好 如果说你觉得它的遮瑕力太弱的话 或者说你当下的这个皮肤状况不是特别好 你可以轻微的再叠加一点点 但是也不要太多 因为之后其实呢 我们都是可以用这个遮瑕膏 来解决这个皮肤不够完美的问题啊 那我的习惯呢 是二次叠加的时候 我会在这个皮肤比较容易泛红的区域 还有容易暗沉的地方去夹 就是我涂的这几个地方啊 下巴还有鼻子周围 都是比较容易暗沉的地方 那手上剩余的这个产品呢 你就可以涂在这个两颊的地方 或者是说脖子 脸跟脖子的这个交界处啊 然后呢尽量不要让它有色差 好那刚刚这个格里霜 我们已经全脸都上过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局部用一下遮瑕 那我用的眼部遮瑕呢 是这个A Cosmetics的 Bye Bye Under Eyes 那这个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我用的颜色是Medium 那这个产品 它是专门用来做这个黑眼圈遮瑕 然后它的遮瑕力非常非常厉害 好我只需要把它用在这个 能看得到的偏青色的 黑眼圈的部分就好 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好之后呢 我会习惯做的几个地方的遮瑕 就是脸上暗沉和泛红的地方 会再加强一下 那我用的这一盘呢 你们其实不需要看包装 这个是我自己把遮瑕膏扣进来 放进来的 那这些遮瑕膏全都是 Laura Mercier的遮瑕 那以前我们也介绍过 他们家的这个遮瑕膏 非常非常好用 除了质地会偏干一点点 但是呢 它的持久度 还有遮盖力方面都非常好 好然后我自己用的颜色呢 会是中间这两个 那中间这两个应该是 我没记错的话是三号 它的色号就是 SC1或者R或者3这样子 然后我的大概是三号 我的肤色 好那我们就 我通常是混合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它的差别不大 有一个稍微偏橘一点点 有一个稍微偏黄一点点 其实呢 你把两个颜色调在一起用 也都是会比较接近肤色的 因为呢 我们本身的肤色 它就是说 里面有黄色的pigment 也有粉色的pigment 好 鼻翼周围这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先大概像我这样 涂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用海绵做推开 还有下巴 然后下巴这边呢 我还有这个红红的 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个痘印 有的时候额头中央啦 这些都会有一点点安全的问题 好涂完了之后呢 一样还是用这个海绵 我们轻轻的按压 还有用这个滚动的方式 就是用它比较尖的这一面 好 把它轻压过一遍之后 那这个泛红就会好很多 镜头上看应该肤色已经比较均匀了 那其实我们日常的底妆呢 你需要做到的目的之一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的肤色均匀 这也就是粉底的 它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工作啊 它就是需要让你的这个肤色 变得均匀 那人一旦肤色均匀了之后 你整个妆容还有整个气色 看起来都会好非常多 而且连年纪都会变年轻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 嗯 好 差不多了 还有这边一点点的红色的痘印 我要把它加强一下 好的 差不多了 那有的时候呢 我自己平常啊 就是近期平常的这个妆容呢 我有的时候会加这个BECCA的Illuminator 就是这个液体的高光液 那我现在用的颜色是OPPO 它就是带一点点点这个香槟精的 这个高光 然后用一点点在鼻子中央 还有唇峰的位置 下巴中央 你们看我用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因为这个产品呢 它的这个亮度很高 所以说你其实只需要很少量 就可以完成了 完成这个提亮的效果 还有皮肤光泽感的这个效果 好 你现在可以看到 两颊的这个光泽 是不是比较明显 然后鼻梁中央呢 一定要集中在中间的这一段啊 不要画得过高 或者过低 或者说是过宽 看起来都很像这个 鼻子会出油 好 春风这边也是轻轻的拍一下 好 现在我的脸应该是看起来非常的油 看起来比较润 其实就是这个底妆 这两只底妆呢 带来的这种很滋润的 很服帖的效果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如果说你的皮肤平常是会有点出油的 混合性皮肤 还有油性皮肤 或者说你可能只有局部 会有出油问题的 我们一定要做这个最后的定妆步骤 那如果说你的皮肤呢 可以给大家两种方式啊 如果说你化完底妆之后 皮肤已经看起来非常完美了 已经没有什么瑕疵 不再需要遮盖力 那就用一款这个透明的蜜粉就好 那如果说你还是需要一点点的这个遮盖力 可能皮肤还是不够平整 或者你的这个泛红遮盖的不够彻底 或者说是颜色不够亮啊 你可以用一点点这种带颜色的 这盒介绍果是Chanel的 然后它是Vital Lumiere 它其实是一个矿物蜜粉 它就是一个做成散粉状的粉底 可以这么说 但它的遮盖力跟粉底也其实是一样的 你可以当做粉底去用 那我们就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去做定妆 它就又再增加了一层遮瑕力 好 那我自己有时候的习惯呢 如果我希望这个妆容看起来更完美一点点 我就会用Chanel的这个产品 但是呢 我不是全脸用 而是把它用在脸部的中央 那我们所说的脸部的中央 就从T区下来 眼睛下面 然后还有下巴 唇周 就是集中在中间的这一圈 这个叫脸部中央 好 然后让你正面看起来的时候 这个妆容 比较完美一点 好 我就不需要全脸用 因为全脸用的话 整个妆看起来 我觉得会比较平 就是会缺乏一点点层次 还有立体感 好 那接下来的脸周围的部分 我就再用回这个Battery的 这个非常细致的这个透明蜜粉 它完全没有颜色 因为像我的皮肤目前的状况 就是 大概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 它其实还是会 有轻微脱妆的状况 就是还是有出油的情况出现 脖子也轻微的带一些 好 OK 那我的这个日常底妆就完成了 那近期我几乎每天用的 都是这个香品卡的产品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香提卡的 这个润色湿底乳 或者叫隔离霜的使用方法 那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 我们就下周一再见 记得订阅 拜拜